好,我们回到文档 这边说disablezoo filters 禁用zoo filter 那我们来 古尔翻译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他说 这个Spring Cloud 里面的zoo呢 它有一系列的zoo filter 也就是 其实说法来就是Spring Cloud 如果增强了 然后他写了一大堆的zoo filter 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包里面 去看这些filter 数表有点不灵啊 那这个包是什么包呢 这个包就是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包 对吧 Netflix Core里面的zoo filters 这个包里面 你要到这里面看这个包 然后呢 如果你想禁用那某一个包呢 你可以设置这个 zoo点 这个类名 然后这个 过滤器的类型 然后disable 对True 然后 就按照这个约定呢 这个包 过滤器之后的包 是这个 过滤器的这个 泰 类型 好吧 然后举个例子 这一段 这句说的挺费啊 他举个例子 你想禁用这个 这个filter 这个filter是哪个filter 这filter就是这个filter 就这个包里面的这一个filter 那你怎么玩呢 你可以 做点 这个filter的 叫simple class name 就是 类名 不需要包名点 类名 直接类名 然后这个 过滤器的类型 它是post的类型 disable的Tru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过滤器类型 是不是post的 post的对吧 这样呢 你就可以禁用 这个过滤器了 非常的简单 不说了 也不测试了 没有动力 好吧 好 若呢 到此为止 应该已经讲完了 好 我后面看一下 有没有要补充的 好 从明天开始的 我们来讲 Spring Cloud的 config 这个 过滤器 不不不 配置管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